我会说谢谢中国给我们送给我们 给我的队 其他队 妈妈 我爱你 父亲 我会跟他们 家庭 站在村超的球场上 斩获三粒进球的19岁法国青年 阿姆扎 白勒 巴西赫通过镜头 表白远在法国的父母 飘洋过海来到贵州 村超球场给了他与队友们太多的惊喜 2月26号 贵州村超迎来中法青年友谊赛 由贵州村超连队对阵法国人民援助会队 这是2024年贵州村超的首场国际交流赛事 本次中法青年友谊赛 采用男女混合组队的方式 体现村超的平等 开放和包容 进入球场 法国青年们成为荣江啦啦队的团宠 大家举着手机 争相和他们合影 经过一阵又一阵热情的洗礼 现场正式进入到了比赛环节 双方交换礼物后 比赛打响 在第一节的比赛中 瑞州村超连队球员先进两球 这让阿姆扎 白勒 巴西赫紧调整了战术 身为队长 在场上 他抓住机会反击 在全场观众的加油呐喊声中 阿姆扎 白勒 巴西赫 边路快马破门 打入他在村超的首地进球 我父亲玩了足球 当我生了时 我跟他学习了足球 我已经九岁了 很严重 团队很严重 足球是最好的游戏 这是最好的事情 我并没有想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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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有很多游戏的文化 中场休息环节 法国青年们共同走到球场中央 为在场的观众演唱了法国经典歌曲 《玫瑰人生》 《香榭丽舍大街》 现场的氛围也随着音乐旋律 瞬间变得浪漫起来 《香榭丽舍大街》 《香榭丽舍大街》 很趣 这是我第一次玩了实地 因此我们很专心 但是在同时的复权 我们是一阵子 中演唱的最后 我们不是玩在最初前 我们是朋友团队员 所以我们只是问 谁想玩足球 想与Guizhou的友谊 所以我们都想玩 所以我们都想玩 在村超球场上玩 成为了不少法国青年 此行的主要目的 由于是第一次接触足球 球员在球场上 不知所措的状态 给此次比赛的现场 增添了许多欢声效语 一号球员 杨栋骨 增添了快 用一身的汉 这个氛围我觉得 主要是快乐为主 然后大家都开心 我觉得这一点 会更有意义一点 其实来到这个赛场踢球 它不光只是 享受这个足球的过程 也是享受我们这边 足球氛围的一个过程 然后不管你是不是 专业的运动员 来到这里会有很多球迷 为自己加油鼓劲 我觉得这个是 作为业续运动员来说 是一种最高级的这种待遇 对 所以我们不是真的 健康球运动员 所以我们在这里 来探索中国 我们有机会 这场比赛对你的团队 所以我们很高兴 在这里 但我们只是开始 随着裁判员的一声哨响 比赛结束 贵州村超联队以5比4 拿下了友谊赛的胜利 此时球场广播 响起了欢快的动作音乐 当地观众跑进球场 主动挖起 法国青年代表团一行的手 围成童心园 动着节奏 套起了当地的多耶舞 好棒哦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